这是一家诡异的餐厅 客人们各个衣着光鲜 一看就是上流人物 桌子上摆满了丰盛的大餐 所有人都在大块躲移 但是在偌大的餐厅里 没有一个人说话 他们只是在不断的进食 仔细一看 这些食物上面还带着血迹 菜品种类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不仅有动物内脏 还有烤兔子烤脑花 狗头豹子头 甚至还有鳄鱼头 能享受这些食物的 肯定都是非富其贵的人 他们有的身着军装 有的如同贵族举止优雅 有的似乎是宗教领袖 无一例外的是 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一点灰尘 但在他们中间 有两个人显得格格不入 一个是挂着掉瓶的印度人 她已经病入膏肓 无法进食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吃了 还有一个神秘的女人 她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并没有拿起刀叉吃东西 在领班的指挥下 侍从不断地往餐桌上增加食物 客人们也更加兴奋了 尽管餐馆里只有兜叉碰撞的声音 但私底下却暗流涌动 时刻杀气腾腾的眼神 似乎在向对方挑衅 这一切都让人毛虎怂然 突然地面传来了断裂的响声 两个侍从对了一下眼神 默契地向后退了一步 客人们吃着食物 突然地板断裂 一桌人全部掉了下去 领班淡定地拿起小本本 记下一笔 随即对着传送机 说了一句 下一层 侍从们连忙收拾东西 从楼梯处赶往下一层 而吊灯也跟着缓缓落下 女妇人擦了擦自己的大宝石 一抬头 上面竟有无数个洞口 很显然 他们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下坠了 侍从们赶紧帮客人清理灰尘 但这个光头男人 已经迫不及待了 还没等经理干净 就拿起了食物往嘴里扔 其他人见状 也纷纷效仿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吃 但就是停不下来 新的美食也陆续登场 这次推出的食物更加珍惜 有羚羊和犀牛 神秘女人依然拒绝进食 但侍从不顾阻拦 继续往他碗里夹菜 可没过多久 这地板又塌了 客人们来到了下一层 领班和侍从赶紧跟上 可这次 还没来得及上菜 餐桌又掉入了下一层 侍从们只好加快速度 来到下一层 可这一次 领班还没有靠近餐桌 地板就已经开始吱吱作响了 于是他调整策略 带着侍从 直接到下一层等候 迎接随时会掉下来的餐桌 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宴席 食客们身上已经落满灰尘 地板发出响声 可他们神情麻木 毫无知觉 一个男人露出诡异的笑容 随后拿起食物 大口吃了起来 众人又开始疯狂进食 眼神里还透着一股狠劲 由于没有食物的补充 他们开始争夺起来 连一直无动于衷的神秘女人 也开始拿起食物咀嚼 一滴泪从他的眼角流出 似乎在宣告 他已经放弃抵抗 不仅如此 他还伸手去抢别人的食物 所有人都被欲望填满 餐厅不再想好 此时天花板的响声也越来越大 士族们早已准备就绪 随着一声巨响 餐桌落了下来 但他并没有停止 而是一层接一层 不断地落了下去 没有一层楼 可以承受他们的重量 就像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一样 领班的嘴角浮现出一丝笑容 对于这样的结果 他似乎早有预料 影片的最后 领班直勾勾地盯着屏幕 好像在告诉屏幕前的人 下一次就轮到你了 短片下一层 豆瓣评分8.2分 曾经在国际上获奖无数 也引发了人们的无限思考 餐桌上的各种真摇美味 只带了人类的各种贪念 为了满足自己 人类不惜堕入地狱 一层又一层 永无止境